我不在的时候要多吃饭 我直播给你看 每天都要跟我打电话 每天都要跟我视频 好吗 可以吗 我不会打扰到你吧 我就喜欢被你打扰 就像少女在干吗 在想你 我也是 给你看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研究的AI 名字叫小火 它是陪伴型机器人 可以陪你聊天 可以帮你解决烦恼 你怎么了 没怎么样 我在听呢 记得我们的合约吗 不开心要告诉对方 我的红杯社再也找不到人 就要关门打极了 等我回去 一定能帮你保住红杯社 其实 我在想 要不要干脆关掉它 一开始 我确实 是当成兴趣的 但现在想想 它确实占用了我太多的学习时间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今天张老师问我 我毕业之后 想从事什么医学方向 我都回答不上来 甚至想都没想过 可见 我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 你动手能力想都是从烘焙手艺中培养出来的 这不是简单的优点 你也要看到这一点 你说的有道理 我会想明白的 不能什么事都依赖你吧 惊喜 惊喜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 你想我吗 你先下来 让我看看你 我 你先回答我问题 罗欧 我很想你 我超级想你 你给我的巧克力 我每天都在吃 我都在吃 叫人好 好 先生 你年轻人 年轻人的恋爱 让人羡慕 被您老师看到了 他们会不会对你有意见 这大庭广众之下 大庭广众之下什么 先要自己有女朋友 你叫什么 婉婉 你真是个人才 真的没事吗 没事 教授他们很和蔼的 你坐火车来的 累不累 不累 我突然过来 会不会影响到你 你要是有事 你先忙 没事 我先带你去休息 晚上呢 跟师兄师姐们一起吃个饭 好 有没有看见一个金色的圆形 像是一个光环 有啊 那是什么星星啊 那只土星环 是太阳系里 最亮的一只光环 真的能看到土星环 太神奇了 太没妙了 不过 你怎么突然想带我来看星星啊 没妙了 因为 我想像土星环一樣 一直围绕在你身边 一直守护着你 喜欢吗 喜欢 任初 你怎么回来了 你学院完成了 没有 最近不是很忙 今天的工作 在火车上完成了 想见你 帮我把口罩摘下来 好多护手霜啊 你跑了不少地方吧 没有 学校附近转了转 谢谢 不客气 希望女朋友喜欢 老人鞋怎么想到的 还真的挺舒服的 我自己去试的 自己也买了一双 穿了一天都不累 还好有你在 我都不知道 你做了这些 我说过 我会像土星华一样守护着你 哪怕你不在我身边 现在能和我说说 最近出什么事了吧 今天我来医院迟到了 正好碰上老师寻房的时候 讲病人病例 但是我没听到 然后病人家属来问我 我一问三不知 就被训了 这不是你的错 是病人家属太敏感了 但的确是因为我迟到了 不然就算是一壶画瓢 我也能说出个大概来 怎么迟到了 是工作太累了吗 是为了遷就我的时间 不管你的事 是我自己想挑时间的 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做了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所以把事情搞砸了 婉婉 以后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 都要和我说 我来替你分担 我们是可以坦诚相待的 没必要牺牲自己的时间 来配合我 我可以配合你 你说得对 两个人在一起 要多沟通 不要互相隐瞒 也不要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对方 我想问你 我们俩 会在一起很久的对吧 当然 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嗯 那工作和恋爱 都是我的常态 医院的工作总是忙碌的 你搞科研也是 我希望我们俩 能适应这种忙碌的状态 而不是只是想着 迎合对方的时间 我不想我们俩其中任何一个人 发生今天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是 我们这个五一 可能都见不到面了 嗯 虽然 我也很想你 不能见面 我也觉得很遗憾 我希望你能理解 好吗 好吗 这次不能见面 我也觉得很可惜 但我支持你的想法 我们在一起 本来就是为了让彼此更加开心 而不是施加压力 这次五一 我会好好在这里工作 你自己也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 别太辛苦 也别有压力 嗯 婉婉 你今天 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就是一瞬间 感觉你好像长大了 婉婉 我其实不想让你那么快长大 因为你有我 我可以一直守护着你 我也可以守护你啊 嗯 如果你有很累很辛苦的事情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分担 哪怕我不能立马到你身边 我也可以关心你 陪着你 我知道我们家婉婉 能独当一面了 但是我不想让你有孤单的感觉 嗯 打勾 我还有婉婉长大了呢 没想到还像个小朋友一样 我在外面没人撑腰 当然要做大人了 现在你回来了 还不让我做小孩 那这叫什么 胡家虎卫 胡家虎卫可是要受惩罚的 什么惩罚 帮我下来 救命啊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出现 谢谢你 亲手给我磨豆浆 谢谢你记得我的喜好 谢谢你的一切 那我也得谢谢你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其实你的想要进去 就样是 告诉我 男阿云 umping painting 你每次都可以 叔叔阿姨好 我叫卢安婉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这孩子 比他一马形容得还可爱 儿子 你以前不太爱说话 现在蛮健谈的嘛 我第一次听你夸人 我还以为你在学校 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 没有没有 人出 他很优秀 学校很多人都喜欢他 崇拜他 我要拉尾炎饭了 那我现在带你去医院 或者我去给你买药 明天新人得取消 不能去霸产了 不用 我这是慢性拉尾炎 要手术才能跟住 我是想 跟你一起睡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可别误会 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刚刚听到一声很惨的尖叫声 我能不能在你这儿接宿一宿 我就在那边打地铺 我发誓 我什么都会做的 你不得选择 你在这儿接宿一样 你对这个世界 你也会当于你使用心 我不得选择 你 gold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交流生的事小 要分开一年呢 难不成 他喜欢上异地恋的感觉了 所以觉得问题不大 可我不行啊 我不要与恋爱 把手给我 是不是我独立女性的人设太强了 让她觉得我不在乎这些 人家也想要天天咪咪捏捏歪歪 她都不想跟我腻歪吗 小心 是不是累了 前面有一座小山峰景色特别好 我们去看看 然后去找西白他们会合 很近了 坚持一下 走吧 喜欢吗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挺特别的 就是 照得我有点慌 事实上 我们可以在光存在与不存在的地方 停止视野渗透 这个道理就像是 白天我们看不见星星 只有等星星周围的光线弱下来 星星本身才会显露出来 同样 我们看不到爱 尽管它存在 无限多 并且永恒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把它装满这间屋子 然后送给你 光是一种电磁波 有它自己的波长 而绿光的波长 正好是五百二十纳米 千年却很动听 悄悄地闯进我的脑海里 五百二 零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笔歌声的浪漫 可真是惊心动魄 昨晚上我看见因为有我在 你睡得这么香 这么有安全感 我就知道 其实你心里还是一个小女孩 所以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我想让你看到这一切 想让你知道 你就是这些光的中心 你也是我的中心 也是我的中心 更是我的终点 我看见了 你也是我的终点 二位姑娘等候多时了 二位姑娘等候多时了 选一个吧 我喜欢蓝色的 我得赶紧读本去 我能赶紧读本 担读本 乔乔骗我 我明明给你选了一个非常 温馨的搞笑本 是我让顾桥安排的 我想给你个惊喜 秦烨 就请你做我的 走吧 我的新娘子 晚晚 你去哪儿了 我做任务啊 我找线索呢 花就要被偷了 没事 你的新郎还在 那新郎还剩什么任务呢 还 还剩 和自己的新娘 完成洞房仪式 这仪式流程还挺复杂 从理论上来说 我已经 已经 已经提前预演了一遍 刘薇有些熟悉 行 那赶紧动房去吧 卢娃 这么着急的吗 早 早 早 生日快乐 昨夜 不是当某人听见没有 再补一次 谢谢 别崩着了 我有礼物给你 礼物 你偷剧本杀道具了 卢娃婉 你愿意永远和我在一起吗 像这个陨石戒指一样 几千年 几万年 一直在一起 我手术后 人初还是按照约定 去交换学习了 我们像经历过生死的恋人一样 看淡一切 只看重彼此 我们也像黄昏的恋人一样 足够了解 和相信彼此 我们拉开了距离 却并没有拉远彼此 好不容易的一次约会 让我们分外珍惜 我最近成绩不错哦 我下个月准备申报一个专利 不愧是你 下次有约会出来 带出来看看 好 下个暑假 真的好美啊 这次没有汪玉阳 真的好美 我有个礼物给你 把手给我 你最近看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么有少女心 打开看看 不是说丢了吗 我一直小心保管着 准备随时违约 卢娃婉 本人可以承担不小心爱上你的责任 并且承担一辈子 并且承担一辈子 那 这就不能叫做 绯闻消除计划书了 叫做 恋爱养成计划书 合作愉快男朋友 合作愉快女朋友 合作愉快女朋友 好